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竟然将自己爱念准同学的事情说给了父母听 谁知父亲就来鼓励戴维要运勇气主动出击 虽然是好心的行为 可是在孩子的世界中 父亲根本就不理解自己 戴维不愿意面对自己的懦弱事实 所以这次谈话并不是多么快乐 可是在一天夜晚戴维出事 他才去找弟弟回家的路上意外摔云过去 醒来后死都却是死一般的沉静 他跟进回家 可就发现开门的人不是自己的父母 房间的格局已经发生了改变 他感觉自己很无助 他完全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这里也不是什么外星世界 这里就是地球啊 于是这里的主人将戴维送到了警察局 经过调查 才得知原来戴维已经失踪了八年 在案件结果上 已经被当成了死人看待 而如今人已经找到了 所以警察便带着戴维去找他的父母 可是眼前的场景 却在自己记忆中的完全不大 因为父母藏老了很多 最终 他被这突如其来的场景也吓晕过去 等他醒来后 已经在医院里接受治疗和调查 他对自己的情况也算有所了解的 可是 他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最让人飞接的就是戴维的脑天波 竟然出现了飞船的模型 像这个飞船模型 和现前航舰局捡到的飞船 一模一样 有一个夜晚 这艘飞船突然和高压电网相撞 两个小镇瞬间陷入停电状态 而这艘飞船似乎也受到影响 就这样 不断漂浮在空中 没有任何反应 不管航天局的人 如何进行切割 都无济于事 他的外壳不比坚硬 于是 戴维的脑天图 在意外的被航天局的人得之后 法拉第博士 就立即赶往戴维家中 他似乎很有信心 解开戴维身上的秘密 承诺两天后 会向戴维安全送到家里 可是在研究的过程中 那些珍贵的外星语言 让博士为之兴奋 虽然没有全部破解成功 但就也得知戴维身上 发生了一些秘密 戴维这八年的时间 被外星人带到 距离地球560光年的飞轮星球 由于宇宙的光速行动 他在行驶过程中 减缓了时间的流逝 八年的时间 对于戴维来说 只经过缺几个小时 而最让博士兴奋的是 似乎那艘他们无法摧毁的飞船 正在源源不断地 给戴维的大脑 出生了惊人的知识 而两天的承诺 很快就要到了 可博士却不打算放走戴维 这可是宝藏啊 如果能够破解成功 那博士 他将在这个领域 成为至高无胜的存在 负责照顾戴维的姐姐 一直面对戴维的求救 可是 他自己也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 先不说自己是不是胆小怕事 哪怕真的放走了戴维 但就研究所的看守 他也没有信心能够逃过 好在戴维遇到了贵人 那个总在他睡着的时候 就会出现了神明声音 在一天夜晚 又一次出现 甚至还操控了研究所的 智能机器人 于是戴维走在了里面 从而偏过了看守 逃了出去 可是 机器人却将戴维 带到飞船面前 对面前的场景 戴维并不害怕 他现在只想看到爸妈 没想到那个坚硬无比的飞船 却突然变形 邀请戴维进入 原来那个鬼人 就是飞船的智能系统 而戴维的身份 更是令人惊讶 他就是这艘飞船的领航员 他可以操控这艘飞船 做任何事情 而眼下最关键的事情 就是赶紧逃离这里 因为 那些博士们 已经发现了戴维 逃跑了 其中戴维并不能控制好飞船 可很快 他发现只要指令同步 那这艘飞船 还能够进行变化 而戴维能够操控飞船的消息 让博士更加兴奋 他必须不计一切代价 抓到戴维 而这艘飞船的使命 就是收集宇宙中的生物样本 其中打算让戴维 结果这个伟大的人物 可是 人类的大闹 不过承转非常殊重的知识 即便 这种系统已经将星途 长行 传输给戴维 可是戴维却无法查看这些东西 不运无奈 他们只能将戴维送回地球 可是 在返航的时候 不幸碰到了高压电网 星途 就这样产生错乱 而被删除 想要离开地球 即是寻找新的领航员 就一定需要星途 所以 他们只是没有离开 就是因为需要同步戴维 大闹中的星途 天真的戴维 当然愿意接受 可是他也有要求 必须让自己送回家中 可是只是父母被博士软件起来 戴维也没有办法进行联系 但寻找的过程中 他们躲在了深海 而戴维也看到了 这种系统 在其他星球抓捕的样本 最初是抓捕 不如说这些样本的星球 大多数 都已经遭到自然毁灭 而飞船 就是为了让这些品类 能够流传下来 其中一只小可爱 被戴维给看到了 顺便 就留在了戴维的身边 接着戴维的大脑 就开始被自然系统提去 结果不仅是星球 也思维 情绪 也一并拷贝下来 从那个冷冰冰的机器 一瞬间 就变成了调皮的机器 在完成了自然系统的条件后 他开始寻找父母的下落 可是 由于飞船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他们很快 就迷失了方向 期间 他将几位小年轻问路 把人家 也吓了一跳 最后 他们停在一个商店老板的联谱前 戴维经过老板的同意 就赶紧打电话 和弟弟联系 可其实 老板早已经被吓傻了 而在决定家的大概位之后 弟弟说 会在晚上放出烟花 做信号弹 很快 戴维就乘坐飞船 返回家中 可是 这里却已经被博士 不下了天罗地网 不管对方说了什么好听的话 戴维都不以为难 直接掉头 躲到飞船当中 然后告诉自然系统 他要回到1978年 那里 才是自己的家 可是穿越时空的风险非常大 但是戴维却很危 留在这里 自己永远也别想回家 除了移民乡博 不然只有时刻的世界 哪里 还有自己的容身之所 他们面临时空乱流 时空风暴 时空雷电 在经历一场看似危险 却识得没有半点危险的时空穿越后 戴维回到1978年 他看到了自己的爸妈 还是年轻的样子 他的弟弟 也还是那个让他讨厌的模样 可是 不管如何 此刻的自己 就是喜欢他们 片名 林航员 1986年出品的科幻电影 特效 谈不上多么高级 但也不会让人觉得特别尴尬 喜剧成分 也算是比较不错 有几个点依然可以拿出来聊聊 首先 是前期的第一次 他以为的思想还属于寒冬时期 对自己的弟弟和父母 他虽然喜爱 可却也是发生内心的讨厌 因为他还不懂得什么叫做失去 还没有遇到困难 不知道什么叫做假人 而在八年后 他看到了父母见到自己的时候 那种喜悦 他或许从未在父母脸上看到过 和那个讨论烟的弟弟 也在医院不断照顾自己 虽然讨厌 可在出世的时候 依然别在自己身边 亲兄弟也不就是如此吗 而这些穿越的经历 虽然没有什么狗血剧情 例如戴威找一个彩票号码 但其实 尤其你学的角度来说 那个时候的戴威都快急死了 那还顾得上这些 而且人家有没有超 你怎么知道呢 最重要的是 在八年后的那些经历 他当戴威成长了 让戴威的思维 超越了同英人的思维 阅历 有时候比金钱 来得更重要 最后 就能够智能靠北戴威的头脑后 变得调皮的时候 人类是情绪之中 外星人 我们也不知道是否真的存在 可在地球 人类之所以是生物链的最顶端 那就是因为 情感所在 我是少年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